胃癌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、多步骤、进行性发展的过程 那么和以下几些因素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饮食和环境因素 比如这些病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腌制的、熏烤的、或者是油杂的食品 那么摄入的食物处于一种高盐的状态 第二个因素就是幽门罗杆菌的感染 第三个因素就是遗传因素 胃癌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 家族的发生率比人群、普通人群的发病率要高2到3倍 再一个非常重要的第四个因素就是癌症状态 癌症状态包括癌症疾病和癌症病变 癌症疾病是指与胃癌相关的良性疾病 有发展为胃癌的可能性 比如慢性萎缩性胃炎、胃溃疡、胃吸肉等 癌前病变是指可以转化为癌组织的病理学变化 比如说萎缩、肠化、不典型增生等 感谢观看